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也是今天的主持人Wendy 假日愉快 欢迎来到全民开讲 全民讲出自己的心声 说出不公不义的事情 为您道出太极门1219的事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太极门假案的由来 事件起了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太极门是古老的七公无数小型门派 非理工业团理 事努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义品店买的 桃木剑 不止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时阴影 用眼神来办 家伙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包吻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逼供受羁压的师徒 哇 这时代太憔悔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什么呢 仁师礼是 这次干恩师父愿意 秀徒的心意 是尊死忠道的标签 其兴趣如同婚礼 偶尔 封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 吴叔叔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监门面临 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监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赠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照无辜积压的仕途 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揭查与更调查之初 活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监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啊?国税局这么霸道 将近20年不论太监门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赠与输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赠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监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赠与的证据隐匿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赠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子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客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啊不就 Tall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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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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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被渴碎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互出 癫 这么没人心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Devopah 財政門案可一虧部法檢察官的濫權 國稅局的無理八道 並凌駕易府五焉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會上開始關注 募稅人群的人越大越多 繳稅是人民依法的義務 但不該繳的稅也不該強迫人民的繳 據調查 台灣每年都有幾百萬欠稅欠非案件 平均每四戶就會有三戶 看似平靜民主的台灣 背後有多少稅災物暗夜枯寂 無處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個 詳請請上WPN世界民報網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了解了太極門假案後 今天將與三位雨潭人 聊聊我們的青春 住著世紀大假案 上週日是國慶日 火海歡豚 太極門曾十次受國家邀請 把此出席國慶展演 記得每年的七八九月正值暑假 太極門師兄姐們在師父的帶領下 自立自備參與戀政 連服裝道具也不例外 都是師父指導弟子精心設計製作 希望在國慶之日 呈現國家富強康樂的景象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包辦國內外各項展演服裝設計的花雲 來跟我們說說他在太極門的改變與成長 以及一二一九這個世紀大假案 伴隨著他二十五年的青春 成為他今生今世無法抹滅的傷痛 我們來聽聽花雲的新生 大家好 我叫徐雅雲 今年已經五十三歲 拜師入太極門二十六年 曾經是二八年華青春少女 一眨眼已踏入五十 回想半百人生的歲月 如果沒有遇見我的師父 我的人生會是多麼黑暗呢 從出生那一刻 就讓父親對我幾度失望 無奈又怨嘆 從小體弱多病飽受病痛折磨 加上在極度嚴厲充滿暴力恐懼家庭中長大 國中便偷偷離家出走 大學時病痛更嚴重 擁有理想與抱負卻自棄男生 有子有家歸不得 心靈孤單如茫茫大海中浮沫 對人生失去了希望 經緣中拜德名師入太極門戀氣養生 師父的愛如我渴望父親的溫暖 會管如我美夢中溫暖的家 漸漸的藉由練功改善身體健康 找回心靈安定 我以為從此能永遠在這溫暖的家園 但是就在民國85年12月19日 我在毫無預警下 驚嚇的被推入恐怖與不安的生活中 侯寬人檢察官發動全國檢警掉數百人荷槍實彈 傳入太極門道館進行一連串恐怖調查 電視媒體 不斷報導太極門事件 侯寬人檢察官在毫無證據下 公然誣陷我太極門師父 紅稻子博士 養小鬼 逃漏罪 詐欺等罪名 強制收押禁見的我的師父 師母及大師兄 經電視媒體報導後 從此走在路上被一樣眼光指指點點 被家人親友嘲笑誤解 他們說我被邪魔妖道迷惑 對我充滿懷疑與害怕 原本充滿健康快樂 歡喜幸福的大家庭 就此跌落到痛苦黑暗中 快樂幸福的人生 被違法濫權的侯寬人檢察官毀掉了 回憶起這25年來 師徒無法相聚 共度大家庭的歡樂 想念師父師母的痛 與對師父師母的不捨 辛酸的淚水總是悄悄滑落 太極門冤錯假案 禪送至今已經25年 是一個嬰兒出生後成長茁壯 青年變壯年 黑法進入白法歲月 白法人已離開人世作古了 請問這25年的歲月誰來補償呢 民國96年法院三審判決 太極門無詐欺無欠稅 無違反稅捐基增法 身為弟子 敬成給師父的敬師禮是正語 練功服帽子等是代辦非營業行為 白紙黑字證據堆積如山 字字清除表明我的師父是清白等 然而國稅局卻僅咬不放 無視國家司法審判 硬要向太極門開單課稅 向吸血鬼要將我們吸乾炸乾 非常令人氣憤不平 而我的師父 這些年始終教導弟子 放下怨恨要和平理性訴求 要給政府官員知錯改過的機會 但違法官員卻變本加厲 搶奪太極門資產 在承冤遭學後 全部被告均獲得國家冤獄賠償 證明太極門案件致死為冤案 然而雖召開記者會獲得國家冤獄賠償 其傷害 其是賠償數字能撫平等 當年冤枉被關的師兄以及師姐 已帶著遺憾離開人間 但誰知審判後至今 國稅局官員仍緊咬不放 甚至揚言司法判的不算 國稅局說的才算 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家 竟放任國稅局官員 藐視司法繼續荼毒百姓 中華民國八次雙十國慶 我們在總統府展演中華文化 傳送愛與和平 祝福國家富強康樂 百姓安居樂業 但轉身一想到國家 不公不義對待太極門 歷任總統與官員 一一閃閃躲躲 失望與失落 叫人對國家心寒心死 這些年我們和平 理性上街頭大遊行 到國稅局行政院 監察院財政部 執行署等乘抗 走上凱道睡凱道 夜宿北區國稅局 夜晚風大雨大 我們攜帶減便裝備睡走廊 半夜路過行人 住足以為我們是流浪汗 身體冷的發抖 堅定的心堅持到天亮 起身後繼續吹著風淋著雨 一整天一整夜又濕又冷 對著國稅局又唱又呼喚的 望著政府官員 能聽到我們的心聲 以愛子民的真心出來面對 但令人傷心失望的是 政府官員再次欺騙我們 毫無悔改之心 我們都有溫暖家園 為何連三次都要 夜宿凱道及國稅局呢 只因我們愛自己的國家 再苦再難 都要力爭到底 讓公理正義回到台灣 這塊土地上 今年我已53歲 前半百我耗費最精華的 25年青春 卻換不回公理正義 今後還能有半百嗎 我的師兄師姐 每等到昭雪的一天 相繼離開人間 他們的心中有多麼的悲傷啊 心中期盼 冤屈早日平凡 往後的半百歲月 都能在朗朗晴天下 做更多有意義的大事 謝謝美麗的花雲 告訴我們這25年來 太極們的遭遇及奮鬥 也希望政府官員能聽得見 並能有所作為 平凡冤暗 家是人類最幸福溫暖的單位 與源頭 身為一位家庭主婦 用心呵護著他所愛的家 並給予愛的力量 讓家庭和樂 社會也能和諧安定 但愛家又不佳的小文 如何在平凡又偉大的努力中 守護他的小確幸呢 讓我們聽聽小文的心聲 大家好 我是平凡的家庭主婦 26年前 在家人的推薦下 成為太極們弟子 以前我一天要睡16小時 才會覺得睡眠充足 臉色暗黃 明顯像個病人 開始練功一週後 就有明顯的改變 讓我的身體及氣色 漸漸恢復正常 在個性上 以前看誰都不順眼 孤僻是別人口中難相處的人 在太極門裡 每天都可以讓自己進步一點點 身體也越來越健康 笑容也越來越多 師兄師姐的無私付出 也讓我開始願意熱心助人 也牽動我在職場上 工作更順心 形成善的循環 漸漸埋怨少一點 脾氣也好一點 家人也更快樂一點 慢慢養成正向積極的個性 但在民國85年12月19日之後 一切就不一樣了 因當時檢察官和寬人 大動作違法搜索太極門 媒體報紙皆對太極門不時報道 導致家人開始反對我 繼續在太極門練氣功 我對自己的親身感受無從解釋 同世間避而不談是客氣的 異樣眼光或直接或論 總讓自己覺得無所适從 連走在路上搭車也被指指點點 24小時只有在棉被裡覺得安靜 我都如此痛苦不堪 更何況師父和受牽連的師兄師姐 日子又該如何過下去 而師父卻教弟子們要振作 一路帶著弟子全世界弘揚中華文化 分享愛與和平的理念 推廣良心時代運動 用行動表現讓大家看清楚真正的太極門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好 太極門掌門人的貢獻是無法抹滅的 經過多年努力 終於民國96年7月13日 司法還太極門清白 無罪無稅無違反稅捐基徵法 禁施理為正與性質 但國家似乎有兩套作業系統 司法花了十年七個月的時間 還太極門清白 違法稅單不但不依法撤銷 還說法院判的不算 監察院曾經對活寬人檢察官 所犯八大違法提出糾正 但法務部並未對活寬人檢察官做任何懲處 還身為廉政署副署長 而在稅務冤案須走國家另一個行政系統 爭議的是八十到八十五年度 其中八十年度及八十二到八十五年度的稅單均以更正為零 如留八十一年度開單科稅 並且對太極門土地強制執行 當民國九十六年司法判決太極門無罪無稅的同時 整件案件就應該要終止了 而後衍生出來的違法稅單本來就不存在 還需勞民傷財走國家的另一個宿院系統 從術院到強制執行土地降劫了共產國家整數人民的手段 二十五年來政黨輪替至今也無法解決萬年稅單的問題 其中許多違法矛盾三言兩語無法表達 真相大白已經不足以撫平太極門人的心 更希望的是台灣不再有冤案 能早日完善台灣的法稅制度 早日實現真正的民主 至今案件二十五年過去了 我也從社會新鮮人到終年婦人 我的願望就是能過著平凡無寡愛的小日子 相信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謝謝小文 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不只要真相大白 平凡一二一九 更發揮無私大愛 將中華文化弘揚到全世界 分享愛與和平的理念 讓台灣不再有冤案 早日完善台灣的法稅制度 早日實現真正的民族 讓我們的青春不要再住著假案 接下來由很有個性的師兄壓軸 練功二十七年的工程師阿成 也是太極門弟子 來為大家說說他一路走過來 二十七個年頭的改變與心酸 其他的青春住著世紀大假案 我們歡迎阿成 我是太極門弟子 在太極門修行已經二十七年 師父常教導我要用愛 用良心 用和平與人相處 並且推廣世界和平 希望大家生活在沒有悲傷 沒有恐懼 沒有戰爭 沒有痛苦的祥和世界 還沒入門前的我 是不懂得關心家人 孤傲冷漠 讀來讀往 說話總是會傷到人家的心 人緣自然變差 總是以為他不懂我的好意 怒門後 師父教導我做人要將心比心 客氣好怨結善緣 有利益有節也千收益 在太極門裡 我學會了做人處事的道理 家庭變和樂了 與人相處很快樂 人緣也變好了 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然而在民國85年12月19日 口寬人無預警的帶著大批媒體 及客槍實彈的警察 搜索太極門 污衊太極門四個邪惡宗教團體 讓我非常的訝異 太極門並非媒體所報導的樣子 隔天10月20日 有媒體來找我們地址說明狀況 每個師兄姐都說 太極門是個修身養性的好地方 然而在媒體出來說話的師兄姐 幾天後 都被侯寬人帶著警察到師兄姐家 搜索並押到四调處去問話 這種劫厄的手段 就是要大家靜若寒山 不敢再站出來幫太極門說話來 那是追星之痛 我們也想走上街頭 述說我們是古老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修身養性的好地方 但是師父很關心弟子 即使在被羈押中 還特別透過律師 告訴我們不要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要用心用功用能用何 好好的愛護自己 然而活寬人在四個月的偵查中 每天在媒體上製造假消息 激進的破壞太極門的名譽 我穿著練功服走在街上 被街上的人用一樣的眼光看著 並保持安全距離 讓我心裡很難過 只不過練個氣功修身養性 我就要被當成邪惡之徒嗎 更悲哀的是 我身邊的很多師兄姐 因此的家庭失和 都是活患的難權爭扮 太極門違法爭拔不公開造成的 真是不堪回首 從太極門冤害你 讓我覺得國家的官僚制度 太嚴重了 官官相互掩護罪行 官員違法侵害到人民的生存權 及財產權可以不用懲處 讓我很氣憤 真的要做到官兵民反嗎 太極門怨難 經過十年三個月審慎的審理 終於在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三審判決確定 太極門無欠稅 無詐欺 無違反稅金激增法 並且在民國九十八年獲得 國家冤獄賠償 以為因太極門刑事案件 衍生之無中生有的稅務冤難 就能獲得平反 然而國稅局不聽從法院的判決 仍然持續違法課稅 還要強排太極門修行道館 預定地 最高行政法院 於一百零九年五月七月 連續發出公文 要請中區國社局撤回強制執行 然而中區國社局 卻不理會法院的公文書 甚至與行政執行署 新竹分屬連鎖於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強行違法排卖太極門修行道館 預定土地 並收歸國有 簡直像強盜一樣 搶奪民產 讓我很心痛與悲憤 還有監察院 在九十一年度主動調查 火官人偵辦太極門冤難 有嚴重的八大違法 請法務部從原究責易處 法務部沒有立即處理 披护何官人 還讓何官人 升官到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 真的讓我難以接受 這種不尊重人權的檢察官 並且殘害很多人的檢察官 竟可不被懲處 還可以升官 真是國家之詞 這些違法官員 沒有遵循國家的法令 任意的殘害人民 我一定要將這些官員的違法事實 公諸於世 讓人人都知道 並且督促政府 研辦這些違法官員 平反太極門冤難 規反太極門修行道館 預定地 在太極門裡 實務常教導我們 要遵循國家的法令 愛自己 愛他人 愛國家 並且用良心來做助人助己的事情 讓世界更祥和 也希望我們的政府官員 能秉持的良心 來為民服務 並且多聽人民的聲音 遵循國家法令規則做事 國家才會富強康了 人們才會幸福快樂 謝謝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羽灘人 25年了 太極門師徒蒙受了25年的委屈 在我們的青春 25年都讓許多人都掰了頭 有人已經離開人世 沒有機會見到平反的那天 但活著的師兄姐們 人繼續地為著自己所愛的國家 所愛的國人 忠心希望台灣法治環境進步 官員能秉持行政良心 不要被獎金蒙蔽了良心 傷害國家 傷害人民 期待法税增改革 良心救台灣 最後我們一起欣賞一首歌 為愛勇敢 用心感受我們走過的歲月 即一路走來的努力 雖然我們的青春 住著世紀大假案 但因為愛 所以我們勇敢堅持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記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搖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我們要忘記在做一次的 小鈴鐺 和我們收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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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達到的 留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雨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运提荆棘中迎来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买空气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 勇敢 为爱 勇敢 勇敢 勇敢往前方 抚破鞋 硬破鞋 就会失去理想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运提荆棘中迎来花香 用爱 克服恐惧 用幸福临悲伤 用幸福临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快快步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 勇敢 为爱 勇敢 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匿名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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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勇敢堅持 我們要求立即徹招所有的違法罪單 否則我們絕對會 全面抗爭鬧點率 好 抗爭鬧點率 反鬥假 要平反 要平反 反鬥假 要平反 要平反